对于很多吃瓜者来说 现在最大的疑惑可能就是 赵薇到底怎么了 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被封杀了 写赵薇的种种故事之前 必须先提一下他旗下的艺人张哲涵 因为张哲涵被封杀 算是赵薇出事的导火线之一 时间大概是在8月12日左右 赵薇旗下的艺人张哲涵 被网友扒出多次去世本的鬼舍 而且他还与反华人士戴薇夫人有过合影 接下来不到两天的时间 张哲涵被全网封杀 直演作品全部被下架心涂凉凉 而作为张哲涵老板的赵薇 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股风暴之中 从最初的杂志封面暂停到作品出名 再到如今被全网封杀 仅仅十多天的时间 赵薇和张哲涵走向了类似的结局 当然赵薇并不无辜 因为过去他所做过的事情 远比我们每个人想象的都更加恶劣 相信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听过 赵薇的军旗装事件 或者是铺粪门事件 其实这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赵薇无限风光时 这桩装饰很难公开被提及罢了 那是2001年 当时25岁的赵薇 已经凭借电视剧《还珠格格》 和《情深深雨萌萌》 成了火遍全国的偶像 可也就是这一年 红得发紫的赵薇 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接受了时装杂志的邀请 拍摄了一组风格迥异的照片 但是照片中的赵薇 穿着服装却引来了无数中国人的愤怒 几乎一夜之间 赵薇从神坛跌落 宛如过街老鼠一般被无数人谩骂和指责 事发后 该杂志的主编邹宇被迫辞职 赵薇也在记者会上 深泪俱下地表示自己 因为无知才做出了如此荒唐的事情 但不是所有人的事情 一句对不起或是一句年幼无知就能得到所有人的原谅 也许有些粉丝会包容偶像的一切过错 但有些路人会一直记得赵薇所做过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2001年年底发生的泼粪门事件 当时赵薇正在参加某第二台的演唱晚会 就在赵薇唱歌途中 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年轻男子突然冲上舞台 向赵薇泼洒了不明液体 后来黑衣男子被制服后 他很诚实地表示 之所以向赵薇泼那些黑东西 就是因为赵薇在杂志上穿的那件衣服 这件事情随着赵薇事后越来越大牌 而被逐渐被人淡忘 但我想无论何时 这大概永远都是赵薇心中忘不掉的持主 二 大孕妇之见 上述事情发生之后 赵薇的事业当然也受到了波及 但奈何赵薇的国民都实在是太高了 加上他确实是冷唱慧眼 而且当年的网络也不算发达 所以久而久之 赵薇的事情就彻底翻篇了 直到三年后 也就是2004年 赵薇的军其庄事件再次被公众提及 不同的是 这一次赵薇更像是站在了受害者的角度 上文已经提到 军其庄事件发生后 作为杂志主编的邹宇被迫辞职 而赵薇也因此元气难伤 当时坊间有一种说法 赵薇之所以会拍那组照片 就是被周宇设计陷害的 究竟这种猜测是真是假 无从考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从那之后 赵薇和周宇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除此之外 赵薇和周宇还有经济上的矛盾 他们共同经营了一家酒吧 但是因为经营理念不合 赵薇方面和周宇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赵薇想要回投资的钱 但是周宇不认证 所以一来而去 他们就彻底撕破了脸面 到了2004年 去28日凌晨 赵薇的司机带人直接在餐馆 把怀有生母胎的周宇打了 这么大的事情 要是发生在如今 估计就分分钟热搜第一的节奏 但是在当年 这些事情虽然也轰动一时 但最后 赵薇却坐到了完全置身事外 根据周宇接受特别关注采访时的说法是 他被打的是因为赵薇的受益 而且打人者刚走 他就接到了赵薇发来的短信 真遗憾 可是赵薇司机的说法是 他带人打周宇一事 赵薇完全不知情 他只是看不惯周宇处处欺负赵薇 才挺说而出 教训了对方一顿 反正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最后事情落到了法律层面 司机赔偿周宇三千块钱 赵薇无责 此事落幕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 当年的赵薇 能在周宇被打的事情中毫发无损 确实体现了他过人之处 他与周宇的风波结束之后 赵薇在娱乐圈走得更加顺风顺水 他从小银瓶跨越到大荧幕 从女演员进阶到女导演 一路繁花似锦 获奖无数 尤其是他指导了人生第一部电影 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之后 先换于掌声的赞誉 让赵薇对导演的野心表现得更加明显 一段时间后 赵薇不拍电影了 因为他发现了更赚钱的事情 将他带入更大的资本圈的 主要是两个男人 一个是他的丈夫黄有龙 一个是顶级豪富马云 说起来 赵薇之所以会认识这两个男人 与曾经的气功大师王林 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王林也曾是轰动一时的大人物 他曾在很短的时间内 成为江西平江首富 不少明星和富豪 过去都是他的拥护者 这其中就包括赵薇 黄有龙和马云 据悉 赵薇和黄有龙认识就是 王林从中签的线 而赵薇也很快接受了黄有龙的追求 他们在2008年低调交往 同年年底注册结婚 婚后第二年 赵薇生下女儿小四月 人生大事全部完成之后 赵薇一心一意 开始向商业王国发起进攻 同样是在王林的私人聚会上 赵薇有幸结识了商业巨人马云 之后 赵薇黄有龙夫妇就开始和马云 有了商业上的联系 最具代表性的事情就是 2014年 赵薇和丈夫黄有龙以31亿港元 买入阿里影业9.18的股份 成为阿里影业的第二大股东 但是接下来的两年 赵薇和黄有龙通过减少持股量的方式 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套现 5.888亿港元和12亿港元 也就是这两次操作 引发了外界对马云和赵薇夫妇关系的猜测 而赵薇和丈夫也第一次被冠上了 割韭菜的名号 但完全让赵薇和黄有龙 陷入割韭菜争议之中的 还有2016年的万家集团收购事件 2016年12月23日 由赵薇95%持股的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与万家集团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该协议 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计划收购万家集团 29.135%的股份 其中收购资金是36.6亿元 但是最终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只拿出了6000万元 其余30亿资金等同于空投支票 因此外界也怀疑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成立的目的就是空手套白狼 收购万家集团 以上这些数据 可能一般人看不了也不太懂其中的套路 通俗来讲就是通过一场收购 赵薇黄有龙赚翻了 普通投资者亏惨了 就是这次割韭菜事件之后 经济受到损失的股民 联合一起将赵薇告上了法庭 最后的结果就是赵薇官司输了 五年内不允许进入证券市场 前后一共被处罚70多万人民币 这样大的一件事情 70多万人民币就解决了 而赵薇的演艺事业 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试想那些被割韭菜的股民心中 能不拔两拔两的吗 五 善恶终有报 常言道善恶终有报 有时候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赵薇也封关了二十多年 赚取了数以亿计的巨额财富 如果她一直都是当初善良单纯的小燕子 也就不会落得如今被封杀的结局了 现在赵薇的作品被劝往下架 超话被封 心图尽毁 等待她的除了是舆论的谴责 或许还有更加意想不到的惩罚 至于赵薇这一次 是否也能卷上而退 就看她还有多大的本领了